我們每個星期有背的經文 我們上個星期和今個星期背的經文 《光臨》前書九章十六節 我們一起念或讀 我全福音原無有可誇的 因為我事不得已的 若不全福音我便有和了 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再讀一次 《光臨》前書九章十六節 我全福音原無有可誇的 因為我事不得已的 若不全福音我便有和了 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 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接著下三個星期 就是臨前十五章五十二到五十四節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三節經文 都是講到耶穌回來時 改變形象和被提有關 我們就一起讀完 《光臨》前書十五章五十二節 說得性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我們接著這三個星期會念 我們再讀一次 臨前十五章五十二節開始 就在一撒時閘眼之間 浩童末次吹响的時候 因浩童要響死人要復活 成為不那壞的 我們也要改變 這必那壞的總要變成不那壞的 這必死的總要變成不死的 這必那壞的既變成不那壞的 這必死的既變成不死的 那時經上所記 死被得性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這要講到一下子 忽然間浩童末次吹响的時候 死人就復活了 成為不那壞 即是我們不再會有病 不會再衰老 我們都要改變 這個必那壞的 就要變成不那壞的 即是我們不會再衰壞 然後必死的就要變成不死的 這個必冷慰變成不冷慰 這個必死變成不死 經上所說 死被得性吞滅的話就應驗了 即是那時死就被吞了 就被毀滅 再沒有死亡 所以這是大災難之後的 因為在大災難 基督徒都會被殺 但是死亡已經不再存在 就是大災難之後 才再沒有死亡 在耶穌回來的時候沒有死亡 所以這個說到我們復活 就是在耶穌回來 在大災難之後 那兒都會被破壞 然後我都會被負責 那兒都會被破壞 wok、夜蒜 punche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